9月1号学校开学之后 原本设在了校园中的大型接种站 现在都转由社区来接手 今天是第七轮疫苗开打第一天 接种的是AZ疫苗 上午来到了桃园卢竹公所站 施打过程是相当顺利 600个登记名额不到10点就已经打完了一半 民众平均等待的时间大约只有10分钟左右 9月1号开学 大型接种站退出校园改由社区接种站接手服务 卢竹区开设了卢竹区公所光明新人及弯仔头4个接种站 今天正式上线 桃园市第七轮疫苗从9月3号到10号开打 这轮施打的是AZ疫苗 并开放23到28岁民众施打 上午来到卢竹区公所站 现场大多数都是年轻人 实际询问施打过程 大家都觉得很顺畅 很快 有等到吗 有啊 很快 已经打完了 还蛮顺的啊 而且很快 就一下子就在这边等了 云仙施打站选在卢竹区公所三楼礼堂 不少在地里长担心可能会出现停车问题 再来就是公所电梯不够 长辈要爬楼梯到三楼可能有点吃力 还好整个过程相当顺利 今天登记施打疫苗的有600人 不到上午10点就已经打完一半 我们今天总共要打的施打剂是600针 那目前还不到10点 我们已经打了将近300剂了 现场的状况还蛮顺畅的 而且本来我们担心的停车啦 电梯的问题今天都还蛮顺畅的 卢竹有不少工业区 今天来打疫苗的外籍移工人数不少 因为公同问题让施打过程有点卡卡 还好也顺利排除